刚刚听到消息,挺可怕的 有两个以色列医生中了Omicron 一个是50多岁,刚刚在伦敦开园会回以色列 他回来时做了检测,所以就上班了 谁知道在医院开始发病,才发现他中了 他还传染了另一个70岁的医生,又是中了Omicron 最可怕的是两个人已经打了三针的Pfizer 疫苗 都仍是中了Omicron 怎么计算也好,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种种迹象也显示Omicron的传染性相当高 即使你打了疫苗,打了两针也好,甚至三针都仍有机会中 幸好这两个人病症都是轻微的 可能重症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大 打了疫苗也仍有效果 但轻症比Omicron新病毒感染的机会都相当大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今天尝试从Omicron的结构上找出 为什么传染性那么高的原因 亦尝试解答 究竟之前我们说过一些新的对付COVID的药 包括Merz 药厂和 Pfizer 药厂那些新的对付COVID的药物 会不会因为新的Omicron病毒出现了之后 而连药物都失效呢? 首先要重复RNA病毒 就是说COVID病毒 究竟是如何生存繁显 最基本就是RNA病毒 里面有一个遗传物质 就是这个叫RNA 简单说这个RNA上高 有一些密码和指令 这些指令如果就这样一个病毒在 基本上它就做不到什么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病毒进入人体细胞之后 就这个RNA的指令可以命令我们的人体细胞 就帮它做出一些病毒需要的蛋白质 去合成一个新的病毒 其实不是一个 就是一阶段 就像砌LEGO 它就会叫我们人体的细胞 可以砌成一个病毒的LEGO 砌成一个新的病毒 当这一条就是病毒的RNA 其实那些密码的指令 我们叫基因Gene 比如说这个粉红色 这个黄色 这个蓝色 红色 红色 这些橙橙橙橙色 全部都是基因 这个基因 进入人体细胞里面 比如这个Gene 这个基因 会做这一块 蛋白质 就像拼图 这个黄色的就做这块 这些就做红色的三个人出来 大家留意 有时候它未必是一步到位做出来 一做就做到 那么漂亮 很多时候 它做了第一步 就是做了一块大的 接着就要有些酵素 就将它 就是将它 BREAKDOWN 弄成一些切成一小小块 才可以砌到病毒那里 连这个酵素 都是由RNA做出来的 P就是酵素 这些小小粒的也是酵素 就是说 所有病毒需要的蛋白质 包括 功能上需要的东西 结构上需要的东西 都可以经病毒 指令人体细胞做出来 砌在一起 就形成一个新的病毒 比如有个 外壳 有里面一些酵素 帮它运作 帮它复制 遗传物质 整条RNA 做出来的 这些都要靠这些酵素 去帮它 当然也有表面的 尖尖 Spy protein 即是击蛋白 亦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个Omicron病毒 它特别之处 就是它这个 RNA上高 那个变异 非常之多 有很多很多的变异 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异 就牵涉到 激蛋白 病毒表面的 一枝枝的 用来黏在人体细胞的 比如Delta 那样 Delta 就牵涉到 这个 激蛋白的变异 就有7处 地方 但是 如果Omicron 那样 就有32处 那就是说 Omicron 表面的激蛋白的样子 就比起之前的 相当不同 因为 我们现在 比如说 MRNA疫苗 牛津疫苗 J&J疫苗 都主要是针对病毒 表面的一枝枝的激蛋白 如果的样子变得太厉害 即是你打了针 身体只认回之前的病毒 如果新的Omicron病毒 表面的 激蛋白的样子变得太多 可能 就认不了 被它闯进来 就开始感染我们 引发一些轻症 接着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 究竟 这些 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出了来之后 会不会使得 我们之前 说过 那两种药蜇药 叫做Monopoeira 另外 有一种 就是菲尔药药的Paslovid 会不会使得 它们的药效 都会打折扣呢 逐样来 我们看一看 Merc Monopoeira 我们预计 应该 Monopoeira 仍然 对 Omicron病毒 是有效的 首先说个坏消息 因为这个Monopoeira 之前 初步研究结果 说它能够减 入院机会 50% 但后来 现在发现 只能减低到30% 效果差了一点 30%也好 也不算太差 也有效果 但是 这是针对之前的病毒 主要是Delta病毒 对于新的Omicron病毒 我觉得 可能 Monopoeira 效果会更加好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大家 Monopoeira 药理 我之前有条片讲过 大家想知道详细的情况 也可以跟着这条链 看看Monopoeira 主要 在 病毒 RNA 遗传物质的复制 时 它就 刺激一些假东西 将自己 把自己 把自己 把自己的新造成 RNA 令到新造成的 RNA 完全 软了 变成样子 它做这个动作 需要 靠 这个 蓝色 这个粉蓝色 写着R 这个酵素 来 帮助 将它 执入 新制成的 RNA 病毒要复制 它要把 RNA 靠着酵素 弄一条新的 才弄出新病毒 这个Monopoeira 靠着酵素 将自己 执入新造成的 RNA 在这里 大家看到这里 这地方 陆陆地 又执入了一条 执入了一条 的Monopoeira 这个 粉红色 这个地方 又执入了一部分 绿色的Monopoeira 在这里 变了这些 一个基因 两个基因 全部都 被执入了 Monopoeira 变了这个基因 基本上变异了 这个变异了的基因 可能没有办法 做出 一个正常的蛋白質 变了 不能够 砌成一个完整的病毒 Monopoeira 在Omicron 新病毒上的效果 可能更好 在Delta上 因为Omicron RNA上 已经有 极多的变异 变异不一定 对病毒有益 也有些变异 对病毒有害 它现在 这么幸运 撞棍 居然有很多变异 让它弄了一种 Omicron 病毒 居然有生存优势 将Delta 扫在一边 成为主流 的话 是它幸运 一下子 这么多变异 其实很多时候 是很危险的 等于 你去赌场 将所有筹码 押入 买为息 然后被你中了 Omicron 病毒 RNA上高 那么多变异 如果它再遇到 Monoperoa Monoperoa 会再多变异 下去 就会引起一个情况 我们叫做 Mutational meltdown 即是 太多太多变异 落到 遗传物质 有很多不好的变异 令病毒更快 整死自己 令自己不适合生存 我们也知道 Monoperoa 是靠藍色的酵素 才能够将自己 扫入RNA 在Omicron病毒上高 这种酵素 就没有太大变异 只有一种变异了 我们预期 在Omicron病毒身上 这种酵素 帮助RNA复制的酵素 基本上 功能 结构上 没有太大分别 应该能够成功 将Monoperoa 扫入新造出来的 RNA 分子上高 所以我们相信 Monoperoa 仍然有效 至于另外一种药 即是Pfizer Paslovid Paslovid的效果更厉害 之前我们有条片说过 大家可以跟着网络 看看 早食 感染了COVID 就可以减低89% 入院机会重症 这种药 主要是 蛋白酶的抑制剂 什么是蛋白酶呢 这个黄黄色的 橙圈 就是蛋白酶 JN作出指令 人体细胞做出 蛋白酶 去製造病毒 但有时 第一下 制造出来的病毒 太大 不能够直接 制造成为 病毒 的部件 他就要靠 P字 蛋白酶 将这些大的蛋白酶 分解成为 小粒蛋白酶 才可以 整成病毒 Paslovid 主要是将 酵素的作用 减低了 令到 做了出来 很大的蛋白 没有办法 把它切成 一小小粒 不能够 形成病毒 因为这个酵素酶 也是 由 病毒的RNA 指令人体细胞做出来的 我们发觉在Omicron身上 这个基因 做蛋白酶的基因 又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只是有一个变异 我们预期 这种酵素 的样子 功能上 和平时之前的酵素 应该没有太大分别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Paslovid 这个新药 仍然可以 减低了 减白酶的功能 令到 没有办法将大件的蛋白酶 切成小的蛋白酶 令到病毒 没有办法复制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预期 实际是否这样 有没有意外出现 没有人敢说 唯有 Plan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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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